大家好,我是南妹 花生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把它放进锅里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美食 做法非常简单 味道特别香脆 下面跟随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400克左右的花生米 先把它装入大碗里面 加入一勺淀粉 一勺食盐 倒入44度的温开水 先把它浸泡一个小时 花生米在运输的过程中 会沾上灰尘和细菌 所以一定要清洗干净 淀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可以把上面的灰尘洗掉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能力 可以去除一部分的细菌 这样吃起来也会更加干净卫生 现在花生已经泡好了 我们先把它洗一洗 洗好后捞出来 放入清水里面 再给它清洗一遍 洗好后控水捞出来 加入几片生姜 几段大葱 几个香叶 一块桂皮 两个八角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白酒 加入白酒 可以增加花生米的香味 然后搅拌均匀 搅鱼后 先放在一旁腌制半个小时 下面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芹菜 先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 切成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片生姜 30克青花椒 接着把花椒和生姜 放入锅里面 加入一勺花生油 把小料炒出香味 炒香后 把里面的姜和花椒挑出来 接着放入胡萝卜丁翻炒一下 胡萝卜中含有胡萝卜素 使用后会转化为维生素A 从而被人体所吸收 所以吃胡萝卜的时候 要把它炒一下 这样它的营养 才能完全发挥出来 炒好后把它放入锅里面 这时候花生也已经腌好了 先把调料挑出来 先放硬边备用 起锅烧水 水开以后 把青菜放进来蒸30秒 芹菜用蒸的方式来代替焯水 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 蒸好后 先把芹菜夹出来 先放一旁放凉 芹菜蒸的时间不能太久 时间太久 口感就不脆了 然后把烟花生的调料 倒入锅中 这样调料的香味就会在煮的过程中 通过蒸汽散发出来 蒸出来的花生也特别香 然后放上蒸屉 把花生倒进去 花生用蒸的方式来代替焯水 不仅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 而且花生的味道也会更加好吃 开大火把花生蒸5分钟左右 接下来把蒸好的芹菜切成小丁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再把炒好的胡萝卜丁放进去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然后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腌制5分钟左右 这时候花生也蒸好了 现在口感是比较脆的 如果喜欢吃面一点的 那就多蒸一会儿 先把它盛出来放凉 放凉后再倒入芹菜和胡萝卜里面 然后加入两勺生抽 半勺白糖 一小勺香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能充分的融合入味 做这道菜尽量不要放醋 因为里面的胡萝卜素容易被酸性的物质所破坏 从而影响营养的吸收 搅匀后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花生学会这样做 不仅颜值高 而且味道好吃还不上火 口感香脆又入味 用蒸的方式保留所有食材的营养 平时当做小零食下韭菜都非常的美味 做法也特别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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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